黄小明到香港出席史上活动 同场的还有陈法拉 卢仲谦 赌王千金何超云和男友陈山葱 身穿墨绿色四绒皮衣和卡其色T恤的黄小明 面对媒体的镜头时卯足了镜以为耍酷 随后表示行程十分紧迫 问是否没有时间与费问女友Angela Baby见面 她只笑不答 因为工作太忙 黄小明刚刚才从小病中康复 看上去明显瘦了的她 表明已经开始拍摄由陈可欣监制 刘伟强制导的电影《雪滴子》 由于当中打斗连场 黄小明几乎天天受伤 是一个轻装电影 然后有很多打戏 但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电影 有一点点像古装的无间道的感觉 打像是受伤的 经常受伤 贝比看大心痛 受伤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排古装武打戏 你就做好了一定会受伤的准备 除此以外 黄小明还接派了自己有份投资的电影《岳飞》 其中为了掩活角色 他几乎要练好十八般武艺 但是过程非常艰苦 练岳家拳 因为我要演岳飞 所以要练岳家枪 岳家拳 还要练书法 还要练很多东西 因为要演好岳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难不难学 说实话 很难学 因为我不是小朋友 所以以我的年纪还没有那么容易就学会了 另外 最近香港TV闹员工被挖脚潮 大批编剧导演等被一个新电视台以高价挖走 身为TVB当家花旦的陈法拉 表示由于自己跟TVB还有一纸长约 所以不畏所动 但是对大批幕后人员集体离职一事 就执认不讳 在上一套前行追击拍摄的时候 都曾经听过这样的消息 然后也会有剧本 有时候一两场来不及一出 临时到了场里才拍 都有这种情况 但是也是可能三十几戏就一两场戏吧 所以也是非常小的情况 我们也发挥我们自己的演员精神 比如说像和刘松仁大哥一起去自己在场里 把这个剧本自己去改一改啊 把它流畅一下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 香港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